来关心乌尔战争 传出乌军在赫尔松再往前推进了40公里 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占领四周的任何一周 都不在握有完整掌控权 提供给您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前线士兵是缓缓升起他们蓝黄相间的乌克兰国旗 乌军在南部赫尔松夺回更多领土 突破了俄军的防御 一路从战略河流地涅薄河推进 沿途收复了很多座的村庄 创下开战以来最大的突破 而针对乌军快速反攻 俄军也承认在赫尔松一带确实有土地被占领 现在传出俄罗斯西部的军区司令已经被革职 而克里姆林宫也松口 并没有完全掌控这四个区域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